這個最適合用來打卡的早餐 雲蛋牛油果牛角酥鍋膚 好,醒了 精神,精神 這麼空閒地站在旁邊做甚麼 我是不會得罪一些拿刀的人 我沒有拿刀,你怕嗎? 只是在家裡而已 我不是在說話 只是想拿刀而已 我想說,我們有做過酒店早餐 然後有做過冰室早餐 有做過家裡的… 班學早餐 那我當作我 那這是甚麼早餐 我們做了一些咖啡室早餐 咖啡室早餐 現在很流行,外面有很多女生 很喜歡去咖啡店 那些東西可以做給你拍照 拍九個字,可以吃到 不知道有沒有吃到的 想要看一看 今天我會做一個雲蛋牛油果 牛角酥鍋膚 雲蛋就是甚麼 雲蛋,即是甚麼蛋 即是雲蛋 英文 Cloud egg 我怕我… 我女兒說你讀錯了 Cloud… D音 隨便吧,終於雲蛋了 好… 雲蛋是甚麼 雲蛋是打氣的蛋白 正常是用它焗的 大家會用到特別方法 我會用它蒸 對,首先需要雞蛋 打氣的蛋白 蛋黃就留在它 對 就打在裡面 對,我們首先打氣蛋白 在它旁邊弄得很嫩 兩兄弟,怎樣 我們先把蛋白隔出來 我們入行時 我最初都是這樣打雞蛋 但我們那時也是 都是這樣,左倒右倒 好,接著我們打氣蛋白 打氣之前也會被燒熱 以前經常說 如果打蛋白太早下 會否影響它發氣的程度 不會,發氣就是你有沒有力 其實就是你有沒有技術 力的表現 對,即是技術 我們發新的手 左和右,這樣就可以很快發氣 不要那麼固執 你這樣不需要 這些是多餘的 但其實發蛋 也聽說過冰箱是最容易發氣的 是嗎?我不知道 總之我通常都打得起 即是新鮮蛋比較容易打氣 鮮蛋… 對,鮮蛋會容易打氣 有不鮮嗎? 即是沒那麼新鮮的蛋 沒那麼容易打氣 對,很快要打氣 很快要打氣 蛋是新鮮的 這隻手起碼是幾十年功力的右手 對 原來要打得很柔軟的狀態 是柔軟的狀態 我不知道怎樣串理 對,我回答不了你 只是說甚麼 聞也不可以聞 有些人會加少醋 有點容易打氣 但我覺得如果加醋 放下去有機會令蛋有少許酸味 因為我們只要蒸它 如果焗的話就沒問題 所以我也不會加 好,這樣打氣 蛋白就好了 然後放在這裡 我們準備要去… 加入碗 拿一瓶大一點的保鮮紙 我們先放少許鮮鮮 這個作用原理就是讓它不要黏 我想說因為保鮮紙 我一蒸它受熱 它變得膨脹了 當我放一放它 待會它變冷了 它很快就立即收縮 它拿著蛋白 有機會很熱的黏著 所以我會塗一點油 讓它容易脫掉 好,首先我們鋪一殼 大約一隻左右的蛋白 中間撩開一點 南天白雲就是這些嗎 就是卡尼 卡尼 好,然後我們把剛才的蛋黃 放上去 真是這個 感覺很像菜磅蟹 好,然後放少許胡椒 然後再補上去 補上去 你出來的效果應該會更大 只是大一點而已 然後我們把保鮮紙 四個拿起來 我這個菜仔真是… 真是必用的 我們輕輕拿出空氣 然後再收拾它 好,我們做好剛才的動作 包鮮紙之後 如果你做得好的話 就這樣放進去蒸就行了 但我覺得放在碗裡比較穩妥 即是不會掉出來 不會掉出來 對,因為有時候蛋黃很重 有機會會掉下去 對 我們就這樣放進去 煮六分鐘 煮多少時間 六分鐘 六分鐘 也很方便 對 接著我們可以做牛角酥窩 其實就是甚麼呢 其實現在韓國人很流行 把生牛角包放進去蒸褲機 夾起來 夾起來之後就放進去蒸褲 其實大家可以同一時間準備 我們把牛角包放進去 這個不是西餐,這是韓國的食物 其實如果西餐是多士的 但我覺得現在的東西會比較特別 這個我也沒試過 我也沒試過把牛角包放進去 試一下 好,只吃一兩樣東西就很划 所以我們會放一些牛角 現在其實很流行做白 就是把牛角包放進去 我們就把牛角包放進去 然後就拿出鍋子 很爽的 很爽的 很乾淨的味道 我們可以把一半畫出來 看看牛角的看不看 不太漂亮的顏色 不太漂亮的那邊 這個只差一點就放在這裡 那個就原地 那個就原片切的 我們拿少許檸檬汁 然後拿一瓶叉 握碎 少許鹽 少許胡椒 這樣呢,把這個握碎就可以了 這個最單單的味道就是這樣做 我其實可以加些香草 譬如芫荽也可以的 你喜歡吃辣,你加些辣椒 切些番茄粒也可以的 這是醬嗎 這是醬 這是醬 對,這是醬 我想抽得多了 我們在這裡揭開給大家看看 很快 但我覺得它還差一點 一個邊緣就差一點 我可以再給它一分鐘 我繼續蓋上蓋 現在我看到它會變成醬 就剛好時間就可以了 這次變成醬 我想試一下 可以的 因為我太太也有買… 我家也有這部機 但它是夾三文字的 飛碟… 也很厲害,用了三次 多了 因為我用過窩褲機 好像見過一次用 可以了 給大家看看 很棒… 看到我剛才說 大家說保鮮椒要收縮 所以這個是很危險的 我先放進去 讓它攪拌一會 我再處理它 先縮一下 先縮一下 而這邊的窩褲應該可以了 很漂亮 很漂亮 放在這裡,這樣放進去 把碟放進去 這個真的是咖啡質型 這個不用加味就可以了 可以了 這個真的要學習 然後我們先把醬放上去 你首先一定要有這部機 對,首先有機才可以學習 好,我們可以再放一些… 有兩種口感 對,兩種口感 有些人喜歡用火炭 用火槍再燒上去 不過家裡不要加太多東西了 我們放上去,按一下 這樣我們可以再加少許檸檬汁 恐防它會變色 少許胡椒 我們把蛋拆開給大家看看 真的整個暈眩 對,真的整個暈眩 剛才放油,是不是真的讓它不要太黏 其實是的,你看到收縮的膠質很厲害 對,這個可以多加少許油 它就不會太黏,是嗎 會比較好 但我始終覺得它一旦彈出這麼厲害 它的收縮,壓力太大 所以它會黏得更加重要 我們先翻一點 這個也很手工 其實蛋白打得夠硬 就會比較好 不會太硬了 對,會比較好 我覺得茶不茶也會黏 會的 因為它在下面直接受熱 那個情況 它的蛋就好像會變成黏 沒錯,好的 這樣就行了 我們把它放上去 好,我們把蛋放上去 牛鍋梳火鍋後 我們先放一點味道 少許 少許鹽 我會放些橄欖油 讓它有油分 即是吃下去看不出來 對,我們放少許香草在上面 放下去嗎 對 兩手桌子,一手桌子 一手桌子… 一手桌子,要這樣說才可以 這個雲蛋牛角… 牛油的牛角蘇窩夫就完成了 這個很高級 這個很高級 大家坐在露台上 拍完一張照片 有杯咖啡 這些影相也拍10分鐘 不要吃,不要緊 張耀寧 張耀寧,對 IMC 在這種解決